主料,糯米粉120克,抹茶粉10克,红豆沙,牛奶,椰蓉,首先糯米粉中倒入抹茶粉,牛奶,揉成抹茶面团,将抹茶面团放入锅中蒸15分钟,蒸熟后取出稍微凉凉,不能等到完全凉透,将红豆沙搓成一个个的小园子,手上沾点水或者油,取一小块抹茶面团,用手摊平整。 然后将红豆沙放在抹茶面团上包入锅面,将包好的抹茶团滚上一层一容即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